女人被死死压住脖子 随后被人拉开了衣服 男人仔细地数着肋骨 只要在特定的肋骨上 匀速连续击打 女人就会当场心肺骤停 眼球暴力而亡 普通法医根本无法查出死因 手法可谓极其残暴又高效 这绝对是我近年来看的 最残暴最黑暗的 韩国悬疑犯罪电影没有秘密 去年的《涉过愤怒的海》 在结构和构思上就参考了本片 凶手的禽兽程度简直让人发指 而最后对凶手的惩罚 也绝对够硬够狠 当然即使这样 依然有人觉得不够解分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正片开始 女孩兔妞妞是一名富二代 父亲是当地医员 最近正在竞选市长 父母每天都忙着 在街上表演获取选票 而这天兔妞妞出去上学后 就再也没回来 由于女儿处在叛逆期 加上之前就曾有过 离家出走的经历 当地警方并没有放在心上 反而调侃兔妞妞身材不错 父母的工作重心 只能从竞选转移到寻找孩子上 警方通过兔妞妞的通话记录 发现其与同班的美玉来往密集 母亲孙夫人立即赶往学校寻找美玉 此时美玉正拿着一个摔碎的手机 不断地尝试解锁 但无论怎么尝试都是失败 看到兔妞妞母亲过来 美玉立刻收起手机 美玉表示那天放学后天降大雨 兔妞妞上了一个男人的白色奔驰 孙夫人一眼就看出美玉在撒谎 她女儿不可能上别人的车 而且警方早已调取了监控 美玉口中的白色奔驰根本不存在 此时孙夫人发现美玉手上 居然戴着女儿的手表 美玉的父亲是工薪阶层 美玉恼羞成怒表示 就是我的说爸一把正开摔在了地上 孙夫人看到美玉满嘴谎言 觉得女儿绝非离家出走 据学校老师反映 美玉和秃妞妞关系很好 而且成绩一直名列前茅 也没有任何证据显示 美玉偷了女儿的手表 随着女儿失踪时间越来越长 女儿安全回家的希望也越来越渺茫 然而父亲老金并不想放弃选举 孩子就算死了也可以再生 于是父亲在竞选志愿者衣服上 印上女儿的照片和信息 既可以寻找女儿 还可以利用同情心赚取更多选票 为了寻找女儿 孙夫人决定从女儿的笔记和私人物品入手 老金却满不在乎 女儿一直想当歌手 完全有可能是离家出走 随后孙夫人找到了女儿的邮箱 登上去后上面居然有五万多封邮件 没有线索的孙夫人请来的催眠师 给美玉催眠让美玉回忆那晚发生的事 但美玉只记得那天遇下的很大 车牌号实在看不清 催眠师继续帮助其回忆 美玉回想起了几个数字 但后面的想不起来了 车开的方向是首尔 兔妞妞想去那里做歌手 美玉醒来后完全不记得自己说了什么 这让孙夫人对催眠的真实效果产生了怀疑 女儿失踪的那天是丈夫老金竞选的第一天 两口子都在外面忙 女儿只能吃一些剩饭然后去上学 而这段时间 竞争对手老卢的支持率一直在上升 不由得让夫妻二人怀疑 女儿的失踪与竞争对手老卢有关 而孙夫人打开地板发现 家里果然被对手装了窃听器 而此时美玉还在拿着那个摔碎的手机 每天昼夜不停地试着密码 试图打开这个手机 而老金女儿失踪却依然不顾女儿死活坚持竞选的行为 让老金的路人员全部败光 老卢的支持率越来越高 次日早上 正在听课的美玉终于蒙对了密码成功地打开了手机 手机里赫然是秃妞妞死后的照片 看到照片的美玉嘴角扬起一丝满意的微笑 心满意足地开始听课 而在秃妞妞失踪的第11天 警方终于找到了她的遗体 遗体被埋在荒野之中死不瞑目 随后秃妞妞的遗体被运回解剖后火化 死因是车祸导致的创伤性休克 葬礼这天全市议员全部到场 连竞争对手老卢也前来悼念 女儿冰冷地遗体挽救了老金的形象 全市所有市民都在挨到女儿 尤其是老金含泪擦拭女儿墓碑的镜头 更让她的支持率迅速回升 但她和孙夫人的婚姻就要破裂了 孙夫人对丈夫的冷血和对名利的贪婪感到吃了 孙夫人狠狠吐了老金一脸吐沫 她觉得老金毫无底线 老金雷霆暴怒抓起孙一针就是一顿暴打 她死死掐住老婆的脖子疯狂道歉和畅谎 问如果女儿因为自己而死 自己该怎么办 为了查明女儿死因 孙一针决定从邮箱里的五万多封邮件入手 她回想起这些年来 女儿的成绩永远都是年纪第一 优秀地让孙夫人不敢相信 打开邮箱才知道 一直有一个没有名字的账户给女儿提前发尸体 一起作弊的还有美玉 孙夫人再次来到学校找到甘主任小罗 小罗告诉她兔妞妞失踪那天 美玉浑身是血的从路边走过 但她绝不认为美玉会杀害兔妞妞 警方立马将美玉带回去审问 果然在其穿过的运动鞋上 发现了兔妞妞的血痒 但美玉坚称是一次走路时为了躲避汽车 她推了兔妞妞一把膝盖擦伤血滴在了上面 孙夫人大怒冲进审讯室 表示女儿的裙子非常短 如果膝盖磕伤做母亲的怎么可能不知道 而随后一个老太太表示 兔妞妞失踪那天 她看到一个身穿校服浑身是血和泥土的女孩走过 老太太想过去问怎么回事 但女孩撒腿就跑了老太太也没看清对方的长相 这个人很可能就是美玉 为了验证这点警方对美玉进行了测谎 测谎依然无法查明真相 而最近一次考试美玉的年纪排名突然下降了30年 说明兔妞妞死后 就没有人给美玉发尸体了 孙夫人将此事告诉了班主任小罗 而发试题的人正是班主任 难道是班主任杀了女儿 班主任表示自己很喜欢兔妞妞怎么可能会杀她 而且她只是提供试题没有提供答案 说明女儿还是有天赋的 孙夫人不相信班主任的话 决定把成绩单和邮件交给警方调查 孙夫人随后到女儿出车祸的地方调查 却突然被一个黑衣人打晕强行拖拽到了荒野中 对方在荒野上挖了一个坑将孙夫人压在身下 醒来的孙夫人惊恐万分 对方慢慢打开孙夫人的衣服 随后用锤子击打孙夫人的肋骨想要杀人灭口 丈夫老金的人突然杀到制服了对方就吓了老婆 经警方调查得知 对方是竞争对手老卢的支持者 而之前老卢也曾利用媒体发布过 二十多篇诽谤老金一家三口的文章 竞选第一天女儿离奇失踪 夫人调查女儿死亡真相又被对手支持者攻击 老金和孙夫人此刻都觉得 是老卢故人杀了自己女儿 孙夫人遇袭后 老金给她买了一个电机枪防身 鼓励她一定不要出事 女儿也不想看到妈妈出事 孙夫人十分感动 告诉老金不必过于自责我们的女儿 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完美 兔妞妞和美玉一样都不爱学习 只想导音乐在学校一直被取笑 然而孙夫人观看二人演出视频发现 有几个学生没有欺负过女儿 反而是女儿的粉丝 于是来到学校了解情况 原来 三人和女儿一样都是被霸凌的对象 所以非常支持兔妞妞和美玉 说话间胖妞给了孙夫人一个录影带 是女儿的MV 此时胖妞衬衫的扣子突然崩开 这是美玉的衣服 二人换了校服 这也是为什么美玉的校服上没有检测到血迹 孙夫人顺着录像带的内容找到了女儿的安乐物 看着满屋子的照片 孙夫人发现秃妞妞和美玉不是普通朋友 而是恋人 孙夫人在屋内发现了一亿含元的现金折合人民币五十多万 而屋子外面居然停着一辆黑色SUV 正是撞死女儿的车 孙夫人找到美玉问美玉为什么杀兔妞妞 美玉表示自己自幼丧母父亲另结新欢 从来没有得到过家人的爱 兔妞妞是她唯一的朋友她为什么要杀她 美玉表示 杀死兔妞妞的正是班主任 班主任故人撞死了兔妞妞 美玉说把拿出了凶手的手机 手机的主人就是撞死兔妞妞的杀手 那一亿含元的现金也是兔妞妞给美玉留的 因为美玉家里很穷 那天晚上天降大雨 禽兔杀手撞飞兔妞妞后反复碾压导致其死亡 美玉刚好目睹了这一切 随后杀手下车对兔妞妞的遗体进行拍照发给雇主获取报酬 此时美玉二话没说上了凶手的车 一脚油门轰到底以同样的方法撞死了凶手 亲眼目睹爱人惨死的美玉满腔愤怒在凶手身上反复碾压13800个人 并拿到了凶手的手机 事后担心被灭口的美玉写下了遗书 在遗书中她承认 自己和兔妞妞利用针孔摄像头拍到了班主任偷情的视频 班主任为了掩盖此事连续两年为二人提供视觉 后来二人敲诈了班主任以亿寒面后 班主任就派人杀了兔妞妞 为爱人报仇后 美玉将兔妞妞的遗体带到两人相爱的地方埋葬 今天是女儿的16岁生日 老金的支持者特意给老金送了生日蛋糕祝女儿生日快乐 老金看到蛋糕悲痛地跪在地上嚎啕大哭 而知道真相的孙夫人也不再手软 拿起杀手的手机与凶手联系 随后到超市买来匕首手电筒毛虎浅子黑色塑料袋和胶带 他要用最残忍的手段让凶手生不如死 第二天孙夫人做了一桌丰盛的饭菜 告诉老金不用再自责了 杀死女儿的凶手不是竞争对手老卢 真凶他已经找到了 老金现在可以卸下包袱全力竞选 我们一家三口为了这次选举牺牲了太多 这次竞选你一定要赢 老金忍痛吃完所有饭菜和妻子紧紧相拥 一起来到投票现场 对方刚一露头就被孙夫人电晕 顾兄杀死女儿的不是别人 正是自己的丈夫老金 前一天孙夫人找到了怀孕的班主任小罗 得知了全部真相 高一家长会时 老金和小罗一见钟情 美玉的父亲是司机发现了这一切 美玉将此事告诉了突妞妞 并将针孔摄像头藏在玩具里送给班主任进行了拍摄 视频里老金和小罗一边交流 一边吐槽和老婆合体时老婆就像木头 随后两年内突妞妞用这个视频对小罗百甘羞辱 小罗一怒之下将此事告诉了老金 让老金顾兄杀了女儿和美玉 老金顾兄杀害女儿后 不但作戏作足还成功地利用此事将嫌疑转移到竞争对手身上 获取了无数的同情 甚至那个在野外袭击孙夫人的人很可能也是老金顾的 孙夫人将老金死死捆住打得遍体鳞伤 随后当着他的面播放了他和小罗的视频 愤怒的孙夫人用铁锹对着老金疯狂殴打 一直打到自己再也没有挥动铁锹的力气 打累的孙夫人用胶带和塑料带对老金的头层层包裹 让其感受窒息带来的恐惧感 随着塑料带内氧气越来越少 呼出的热气越来越多 里面会闷热无比生不如死 孙夫人撕开塑料带 他不能让这个禽兽伪君子白白死 他要亲手毁掉他利用女儿得到的一切 孙夫人当着他的面将二人的视频上传到了网络 将老金扔在了马路上 刚刚当选不到一天就身败名裂 对这个眼中只有名利毫无人性的家伙来说 这比死更难受 复仇后的孙夫人来到女儿的埋室地点蜷缩地躺着 似乎感到女儿还活着 而那个一起买胸杀害女儿的班主任小罗 由于已经怀孕孙夫人饶了他一马 这也是无数观众一难评的地方之一 不过二人都将受到法律制裁 这就是电影没有秘密的故事 影片的故事结构叙事方式 以及悬疑与青春元素混搭的方法 倒序和切入回忆的方式 包括最后的翻转 深深影响了去年的涉过愤怒的海 甚至两部电影中女儿遗体的拍摄角度和构图都一模一样 除了妆容不同 唯一不同的是涉过愤怒的海表达的是 一个不合格的父亲间接导致了女儿的轻生 但涉过愤怒的海中导致女儿死亡的最直接原因是 女儿刚为了男友被轮番欺负 又被男友无情羞辱或抛弃 最终自杀 而没有秘密则一黑到底直接变成父亲出轨后 为了名利不惜牺牲女儿 并故人袭击自己的妻子 就像电影《第十分48秒》的那段对话那样 老金觉得孩子没了可以再生 竞选的机会可是千载难逢 不过本片最大的bug出在孙一珍身上 一个男人她的老婆已经是韩国最倾国倾城的女人之一了 怎么可能还会出轨一个整容脸和全身硅胶的小罗 本片中的班主任没整容前长这样 还有这样 让我想起了当年查理兹赛龙最红的时候演的一个电影 她是一个嫌妻两母 结果丈夫出轨 电影一上映所有的观众都骂 理由是剧情没有说服力 一个男人的老婆都已经是查理兹赛龙了 她得找个什么级别的才能把原配比下去 那时候的查理兹赛龙妥妥的好莱坞一姐 就像本片 老金得找一个什么样的老三 才能把孙一珍这种气质和级别的优秀女性比下去 看来老金还是喜欢硅胶车灯了 老金在乎的不是自然还是科技 老金要的是唯独 当然对老金来说最刺激的可能只有三个字 没玩过 那么话说回来了 如果你是孙一珍 面对害死女儿而且已经怀孕的老三 你会怎么做呢 出生啊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关注我带你看更多经典电影